大家好 端午節大家都知道要帶香包 吃粽子 划龍舟 但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划的是龍舟 而不是狗舟 貓舟 豬舟嗎? 從前從前 戰國時期的楚國 有一個人叫做屈原 他因為對當時的執政政府絕望 憤而投河之敬 這時楚國消防一分局 立刻派出竹筏去搜救 但要下水之前 發現楚國消防二分局的人 也派人手救援 可是人家不是用竹筏 而是有著松木雕尾的小船 消防一分局的局長 看到人家派出這麼漂亮的小船 再看看自己的竹筏 覺得很丟臉 所以就下令說 吩咐工匠們連夜造出 船上吊滿百花錦珠的木舟 這時第二分局長也不肯認輸 哼 雕個植物也想跟我鬥 來人啊 連夜造出鳳凰造型的船機 果然鳳凰船一開出來 震折全場 第一分局長很生氣 又下令 鳳凰了不起啊 來人啊 連夜造出龍造型的木舟 果然龍舟一開出來 驚艷四方 上了龍舟 使用龍皇怒火 攻擊他的鳳凰船 可惡 鳳凰船不行了 龍真的太強了 於是他也下令 我們也來建造龍舟吧 驚艷艷 你的龍舟能贏得了我的龍舟嗎 使用龍王白尾 龍王有 第二分局長你也蠻厲害的 一分局長彼此彼此啊 就這樣 因為龍舟真的是太強了 所以之後人們都開始效仿 並製造龍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滑龍舟的由來囉 井通人 太厚 水 有